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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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新闻 是一宗网民 有一間輕利長技食品有限公司 專門做陳皮魚蛋批發 很搞笑 原來有很多間出名吃魚蛋的街邊檔 都是由他供應 很正常 你拿魚蛋 都是拿幾間供應商 這個項目 是由他老闆做 很好玩的 其中有一個帖子 我笑死 他貼了一本便利 突然一周試食 飲食男女 有六間魚蛋 七間魚蛋 就被人試食 他說 這七間裡面 有四間是我們 一間有魚味 一間沒有魚味 明明都是同一間的魚蛋 我講一講 我講一講 好嗎 我很喜歡去華南 在灣仔華南吃 因為它的辣椒很好 有一天吃到魚蛋 我覺得很好 為什麼魚蛋很好 因為今天剛好打好的 如果過兩天吃 就沒有那麼好吃 問題是有沒有魚味 應該要視乎 哪一天打好 打好幾天吃 我不相信 我一定堅稱 這些所謂有魚味還是沒有魚味 根本就是香港人不懂得吃 但你要寫到好像很有分別 就堅強說出來 這些都是立場上的問題 我們也不是今日的重點 今日的重點是甚麼 今日的重點就是 話說他最近出了一個帖子 他說因為近年香港魚獲嚴重短缺 這就應用在周顯大師的說法 他說因為香港的魚獲越來越少 現在又有優如期 他說他經常接到訂單 他不能夠立即打好魚蛋給別人 因為問題就是 你都沒有魚你哪有得打 但是你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魚獲 他就決定要終止在香港廠房的運作 為甚麼這麼簡單 因為這間輕利牆的食品有限公司 一直都堅持自己本土製造 大家已經將所有生產魚蛋的工廠 都搬到中山 我們自己的皮自己收 不再是香港製造 被迫擁抱大灣區 其實這也是很正常的事 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可以罵大陸人 但香港魚獲越越少 這是現實 但我覺得最令我值得 在這個節目一說 甚至令到我自己很憤怒的地方 有很多人留言 其實一表不體諒的老闆 會說 喂 你呀 有沒有人逼你開廠 你在香港做不行 你就接完單生意算 好像很辛苦你 然後又說 如果你變成大陸魚蛋 我們就不吃了 不知道會有甚麼 化學原料 等等 我覺得 其實他也有說 老闆 你如果覺得魚蛋由香港做 變成大陸做 你會不吃呢 這個他可以體諒 但其實你都沒有選擇 因為你根本在街邊吃魚蛋 你都不知道在哪裏打 但重點是甚麼 你不可以因為人家在商業上的考慮 將他的生意搬回大灣區 你就要批評他 這些批評是完全沒有成本 不負責任的 現在香港有多少人要回大陸做生意 我不明白這些 周彥大師就說這些是本土牌 我覺得不單是本土牌 有很多支持香港民主的 泛民支持的黃絲 其實都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你為甚麼在香港做不行 你回大陸做 你現在就是屈服 你根本就應該摺了單生意 你有沒有搞錯 你現在就是賣大陸給我們香港人吃 你是不是害死我們香港人 我想這樣說 我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甚麼階級 現在我就是講到階級 我再講到階級 你們甚麼身份地 甚麼紳私羅伯批 你們夠資格 不吃大陸 香港地 如果你可以不吃大陸 你一定是一個有錢人 即是說你去一個酒樓 你去那些 即是你去現在 你隨便找一間酒樓 一邊一間就是稍為窮人 去光顧中債級 去光顧那些酒樓 你又不是在大陸廠房 去做統一那個工場 你怎麼能夠維持 你那些甚麼東西 那些甚麼東西 連鎖經營那些酒樓 連鎖經營那些酒樓 連鎖經營那些快餐店 全部都是的 你甚麼紳私羅伯批 夠膽說你不吃大陸 可以 我大把錢 即是大陸人 有些人大把錢 很多大陸人 我真的大陸人 自己都覺得大陸的東西不乾淨 那他們自己的農場很乾淨 但香港人你講這些話 我就說看不起你 你憑甚麼說你不吃大陸的東西 我就可以說 我完全不吃大陸的東西 總而言之 太低賤 我完全不吃 他不是完全不吃 我吃少點 有那麼少吃那麼少 你有那麼多吃那麼多 有那麼少吃那麼少 你都做不到 窮鬼 就是這樣 死窮鬼 你憑甚麼不吃 就是這樣 這個是第一個說法 你自己吃了你都未知 還有壞人 我自己有甚麼感慨 就是我覺得香港 早前大陸出了一本書 很會出名 叫巨英國 即是整個中國大陸 都是大人BB 暗示大陸人出國旅遊 很不檢點 在中國大陸裏面 那些東西投訴 譬如躺在機場裡 擋著那些 我就是坐霸王位 我在高鐵 我就是不走的 即是心智未成熟 但是已經成長到成年體型 那些他就叫巨英 其實現在香港 有很多所謂支持本土的現象 其實都很相似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 就講香港人口政策 我講了一件事就是 你香港人 包括知識分子 所謂時事評論員 甚至學者都說 你香港都沒有人口政策 不是香港有人口政策 香港你隨便上網搜尋 人口政策這幾個字 政府網站有很多資料 給你看到 他的人口政策是怎樣的 只不過是你不喜歡 他的人口政策 香港的人口政策 不符合你的口味 就不代表他沒有人口政策 我亦都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如果你東大嶼不填海 那150萬個單程證 繼續來 都是坐滿你香港島 你不給他 他就住在你旁邊 那些人有什麼反應 你真是無恥 你現在幫政權說項 這樣就叫做 有這個人口政策 這樣其實真的沒有人口政策 喂 你就算建了一個島 今天來五十萬 明天來五十萬 後天來五十萬 那最後日怎麼辦 每一天都會有大陸人 你解決不了這個單程證問題 就是會濕爆香港 你會發覺 你就好像一個大人 跟一個不懂說話的嬰兒子說話 他就是這樣 在那裡殺害 睡在你 總之我不管 我就一定要有這個單程證審批權 我不管 總之 不是我們要那個 終止這個單程證輸入 就是沒有人口政策 這些不接受現實的香港人 或者這些所謂患了巨嬰症的香港人 我就發覺其實現在是越來越普遍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我經常都說 就是香港人看大陸人 就是據牽證 在大陸人 他們的批評是完全認確的 但問題就是 這樣就更加反映出 香港人就是真的大陸人 大家都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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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為何你那種很醜惡 或者那種醜態 都是要跟大陸人那樣一樣 就算你辱孫 或者你賤家 你卑鄙無恥 麻煩你也有展現香港特色的卑鄙無恥 大陸人現在都看不出香港 大陸人看不出香港 大陸人看不出香港人 香港人看不出香港人 大家都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理論 其實我就是大家都不要說自己怎樣好 我只是認為你比我壞 我就會贏了 這個就是香港人和大陸人 大家互相攻擊的方法 大家不是攻擊自己鬥好 而是不停地想 他比我壞 所以我贏了 所以證明他們的思維是一樣的方式 還有一件是說回魚蛋的問題 我似乎覺得香港真的 有一些建制派經常都說 香港人甚麼都政治化 其實我現在覺得是很相似 這個說法是很貼合的 我賣魚蛋 為何要拿到本土政策說呢 我可以接受有些人說 我現在鼓吹大灣區發展甚麼甚麼 我認為香港現在的民主沒有需要 中港融合 如果有人這樣說 你可以說他賣港投共 但是為何你要把一間 在香港做不到生意的魚蛋公司 搬去大陸都要視之為一種 違反你本土理念的概念 即是這一種這樣的本土 你現在不是美國 你現在不是那些歐洲國家 你可以自給自足 你有個歐盟市場 可以滿足所有人的生活起居 你香港雖然那些人說得很壞 但是你擺脫不了東江水 你擺脫不了中國的食物 你如果一天不接受這個政治現實 然後你再去講本土 其實就變成一個巨嬰 我這樣說 譬如我們去日本 你吃東西大陸都說 日本你經常去掛牌 寫著他那些食物從哪裏來的 通常都不是來自東京 你在東京 通常其實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水都不是來自新加坡 基本上大家就在這裏 然後就在這裏閉門 其實我們應該自給自足 自耕自耕 不然是日本鰻魚 很多日本鰻魚 其實都是大陸和台灣 不過過一過水 和牛都還是 和牛是頭幾年在中國養 最後那年才運回到日本 即是大家要去接受的現實 就是香港是一個城市 而一個城市在全地球 包括紐約或者東京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 然後大家就去幻想 其實我們自己的門口在這裏耕種 這樣就可以能夠維持到 然後大家再去海水化碳 建多些水塘 然後再維持到 我覺得海水化碳沒有問題 你現在有沒有督促政府 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個海水化碳 其實都很簡單計一條數 香港要不用東江水塘 你建十個海水化碳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 有任何議員 在議會的要求 那個懲罰是這樣 因為香港的基建 貪污的水塘太嚴重了 如果建海水化碳 就會變得益 而且一定是大陸人 對 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 如果不是建海水化碳 就是大陸人 那應該是起水塘 但起水塘要拆交易公園 其實可以拆住房子 可能會更好 但問題是 所以就變成什麼都不能做 我覺得 有理想是不要緊的 但是當你的理想脫離現實太遙遠 那你其實這個理想 就跟薩賴是沒有分別的 是 但事實上很多人都是這樣 大家每天在家裡打字 這樣就是好理想 我覺得打字是沒有問題的 打字也不如說說邏輯 好,下次再講其他話題